前面呢,我们学的都是单育母 今天开始呀,我们就要来学习负育母啦 负育母?什么是负育母啊? 负育母就是两个育母合在一起读 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负育母 I, A, V 下面我们来学习负育母 I 在发I这个音的时候呢,要先发A 然后蛇位慢慢地向E滑动 就像这样 I 从A到E滑动 I I 好的,让我们用一句歌谣来记住这个负育母 我爱祖国 I, I, I 小朋友一起来记一记 我爱祖国 I, I, I 非常好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个负育母的四声 第一声 I 第一声 I I, I precis I, I 第三生 I, I, I 第三生 I, I, I 第四生 I, I Amazing 下面呀 我们来看看 哪些东西里面 都藏着我们刚刚学过的拼音吧 嗯 一罐白糖甜蜜蜜 白白糖 白白糖 找到一根黄麦穗 麦麦穗 麦麦穗 刚才的内容 小朋友 你都学会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儿歌 妈妈爱我 我有一个好妈妈 大大眼睛 黑头发 每天洗衣又做饭 妈妈爱我 我爱她 下面我们来学习负语母 A 发 A这个音的时候 要先发 A的音 然后蛇位 慢慢地向 A滑动 就像这样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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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让我们用一句歌谣 气住这个负语母 黑眼睛 A A A 黑眼睛 A A A 读得真不错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A的四声 第一声 A A 第二声 A A 第三声 A A 第四声 A A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哪些东西里面 都藏着我们刚刚学过的拼音吧 嗯 来看一看 找到一只小杯子 杯 杯子 杯 杯子 找到一块黑煤炭 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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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炭 煤 煤炭 小朋友 刚才的内容 你都学会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听首儿歌 美丽的画 字幕志愿者 煤炭 我们一起负语母 呜 呜 发呜 呜 这个音的时候呀 要先发呜的音 然后慢慢的向呜滑动 就像这样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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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灰 闪 亮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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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声 呜 呜 第四声呢 呜 呜 小老虎读得真好 哈哈哈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些东西里面都藏着我们刚刚学过的拼音吧 快来找一找 一只桂花香万里 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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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娃娃爱吃炸鸡腿 腿 鸡腿 刚才的内容小朋友你都学会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儿歌 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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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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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